两英寸厚的防弹玻璃 能阻挡住尖刺破坏球的攻击吗 除此之外 土豪还准备了很多其他的工具来一起攻击 谁能对防弹玻璃造成的损坏越大 谁就能获得冠军 三人猜拳决定小张先来 小张得到了一个苹果作为工具 站在不远处用力扔向防弹玻璃 苹果瞬间像烟花一样炸开 防弹玻璃上一点损坏也没有 毕竟连子弹都能防住 何况小小的苹果呢 接下来就是土豪 他选择了玩具水球 玩具水球在防弹玻璃上炸开花 同样的破坏力为零 接着就是老王 他找来了一台古老的手机 手机被砸成两半 紧接着小张得到了一把镖枪作为武器 使劲将镖枪扔出去 这下子竟然在上面扎出了一个像鸟屎一样的小坑 也算是率先造成了一些损坏 土豪则得到了一个扳手 他把扳手当成斧头用 扳手砸在防弹玻璃上 发出巨大的声音 吓得他赶紧躲到一边 但悲惨的是并没有在上面制造出一些损坏 而老王获得了一个小号的钢球 老王拿着钢球很有信心 果然一下子就在玻璃上砸出了一个蜘蛛网 算是排名第一 激动的嘴都合不拢了 接下来三人要站在塔顶扔东西 小张先来测试一下防弹玻璃的摆放地点 目标是下面的一个恐龙 距离太远并没能瞄准 只是砸在了一边的沙坑里 这下根据砸中的坑 把防弹玻璃放好 接下来开始正式的挑战 小张先拿来一个南瓜 南瓜掉在玻璃上被砸烂 拿开剩下的南瓜一看 玻璃上被砸出了一个裂纹 小张很高兴 小伙伴调皮地拿鞋子测试长度 接着扔玻璃弹球 这个弹球的重量有16磅 扔下去后一下就将防弹玻璃砸碎 之后又弹到一边 放慢镜头一看 玻璃上被砸出了一些水不纹 听说有趣的人 输入三个A级 出来的是哈哈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工具 小张将铜球扔下去 玻璃碎的不能再碎了 同时被铜球砸得淡了起来 土豪有些震惊 这种破坏能力也太强了 下面还被压出了一个铜球的形状 接着轮到土豪挑战 他得到的武器是西瓜 千块和乌立方体 先将甜瓜扔下去 拨砸中了防弹玻璃的一小 西瓜被砸成西瓜汁 但玻璃没有任何损坏 接着换上千块 这次将防弹玻璃砸得跳了起来 玻璃上面被砸烂 千块没有损坏 接下来就是乌立方体 土豪准备好后扔了下去 防弹玻璃被砸成一堆碎渣 接下来换上老王的玻璃 他准备先扔玩具水球 没想到刚碰到玩具水球就破了 撒了一地 悲惨的只能把一颗颗玻璃水球扫下去 遭到一旁小伙伴的嘲笑 之后换上玻璃立方体 瞄准目标扔下去 这次悲惨的仍然没有砸中防弹玻璃 玻璃正方体没有受到损伤 最后只剩下黄铜的立方体了 老王能否对防弹玻璃造成伤害呢 他拿起实心的黄铜块扔下去 这下终于砸中了防弹玻璃 但是损伤情况确实最低的 而且黄铜块已有了一些损坏 最终经过专家鉴定 还是小张制造的伤害最大 获得了本人的胜利 最后终于轮到了摧毁三张防弹玻璃 他们加起来有6英寸厚 这次他要对抗的是一个500公斤重的破坏球 你认为那个东西更强一些呢 小恐龙能否受到保护呢 几人把破坏球掉到塔顶扔下去 所有的防弹玻璃都被砸碎 这让几人有些萌圈 虽然小恐龙看起来还完好 但是三块防弹玻璃 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破坏球也被砸下了一个尖刺 即便是这样 也足够让人震惊了 想看土豪还会发起 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